電腦戰機 Force 經典接近名作 登陸家用主機平台 Q群新傳 Online 超多精彩民間故事有趣要好玩 特別企劃巴哈姆特 14 週年戰劇 爆滿 AC 軍迷一同來共襄盛舉 精彩內容竟在巴哈姆特電玩瘋 誰說台灣已經很少自行研發新的大型電玩啦 現在小鮮馬上來為大家介紹這款 普面 音樂 插畫 程式 框體 從裡到外都是由國人自行研發設計的音樂遊戲 Mozark 基本玩法就跟市面上常見的音樂遊戲一樣 選好喜歡的歌曲之後 看準符號碰到判定線的瞬間 按下對應的按鈕 就可以彈奏出動人的音樂了 不過Mozark在操作上更為直覺敏銳 玩家是直接在螢幕上彈奏 不用再像以前一樣還需要花上許多時間 手機按鍵的位置 這對於新手來說真的是很容易上手耶 反正就照畫面上這樣彈下去就對了 你看是不是很簡單呢 當然音樂曲目還是這個遊戲的靈魂啦 從日系pop 中國風 古典樂 remix trance 等各式各樣的曲風 再加上隱藏曲 可是有50首以上可以玩耶 除了擔任遊戲之外 還有可以連線比分數的對戰模式喔 加上許多限制來挑戰自己10類的任務模式 而且聽說未來還會開放全國連線的功能喔 機台也運用了IC晶片卡來儲存玩家的記錄 讓自己知道哪些曲子玩過 自己的功力又提升了多少 相當貼心喔 Mozark的遊戲畫面 雖然沒有絢麗的背景MV 但是它的介面卻是非常的豐富 還可以隨自己的喜好選擇喔 看看這些別出新材的設計 每一個都超棒的說 喜歡電腦戰機的玩家們真的是等很久了吧 早在2001年就在日本推出 台灣玩家們卻一直無緣見到的電腦戰機Force 等了快10年之後 終於能夠在家用主機上玩到囉 這款一直於接機的電腦戰機Force 除了有比大型機台版更漂亮的畫面 並且追加了許多新藥素喔 這一代可以用的機體是歷代最多的 一共有91架充滿各種個性與特色的Virtual Roid 新的線上排名系統與任務模式 都是玩家自我挑戰的新舞台喔 遊戲系統也跟之前Xbox賣場上 可以下載的電腦戰機BOOT版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對戰是以2對2的方式進行之外 還新增了對掌機的設定 在隊員機不幸被打倒時 隊長可以馬上救援 但是萬一隊長被打爆就算是輸囉 比起單挑對戰啊 這樣的規則是不是讓遊戲變得更刺激 更負戰略性了呢 另外配合電腦戰機上市15周年 除了移植這款大型電玩版之外 遊戲周邊廠商也特別為了Force推出專用的雙搖桿喔 電腦戰機的狂熱玩家們一定不能錯過喔 老玩家們還記不記得那個超經典的異魔系列呢 回味實驗之後 繼承異魔世界觀的最新作品第三次生日 終於在PSP上誕生了 現在就來看看這位老朋友有什麼新把戲吧 劇情描述2012年的紐約 出現了大量的異形生物扭曲者 面臨面具的人類 只剩下最後的王牌 亦是潛行裝置 而我們的女主角艾亞布雷亞 就是這一個計畫的唯一試任者 主要的玩法是用第三人春世紀的方式來進行 除了練練等級改改槍支之外 遊戲的重點當然還是放在剛剛提到的異式潛行啦 艾亞的精神體可以自由移動到戰場上的士兵體內 進而控制他們的行動 想要快速改變隊形或是取得優勢據點都不成問題 更厲害的是啊 只要不斷地攻擊敵人 讓他們進入暈眩的狀態 再潛行到他的體內進行破壞 就可以一口氣造成極大的傷害喔 雖然整體玩起來相當硬派 但是該有的撒比斯也沒有少喔 除了可以換上自己喜歡的衣服 讓他故意被打得越來越小件之外啊 嘿嘿 你要是想要好好品味這個系列的優良傳統 就趕快努力破關吧 說到金庸小書裡 東邪西毒 南地 北盖 中神通 這五位爵士高手對於許多武俠迷來說 一定都不陌生吧 特別是東邪黃藥師以及 歷練九陰真金的吸毒 歐陽鋒 哇 實在太紅了 所以也被遊戲公司拿來做成線上遊戲 讓玩家可以自由敗師五大爵士高手 練就一身神技 當然啦 在東邪西毒 恩來當中 小說裡的經典場景一個也不會少 像是桃花島的竹林迷宮 還有到處都是鱷魚的絕情谷 而貫穿小說故事的名場地華山之巔 也被拿來做成戰場 讓高手玩家問頂天下 除了武功絕學以外 當然還有許多裝備和寵物 可以陪伴各位大俠們共闖江湖 而且遊戲當中還有一項特殊的遺魂系統 除了可以讓玩家將舊有裝備的特效 轉移到後期的高等裝備上 甚至還能夠把不要的寵物身上的技能 轉移到另外一隻寵物身上 真的是太方便囉 此外啊 遊戲裡還有鬼局神秘的夢境副本 可以體驗小說故事的英雄副本 以及就是要替你打分數的試煉副本 等多種豐富的內容 都等著喜愛武俠遊戲的你 來一探究竟囉 說起中國民間故事 可以說是許多人 小時候必不得優良刊物之一 而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融合這些大家所熟知的民間故事 以可愛又活潑風格 重新詮釋的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Q群仙傳Online 遊戲從創角色開始 就呈現出濃濃的神話故事味道 因為每個玩家可都是 女蛙捏土造人 所創造出來的唷 一開始還不需要選擇職業 不過玩家還是要先挑選一把自己喜歡的武器 看是要強調外攻的巨劍 攻速高的雙劍 還是以內功為主的法器 或平均型的雙環 都隨玩家高興啦 遊戲當中每張地圖都是根據各種民間故事來創造 所以處處都能看到我們所熟悉的故事場景 比如說這張地圖就是以白蛇傳為主軸 看是要找艷麗的白蘇貞 還是青春的小青 甚至是去雷風塔找法海算帳都可以喔 至於這個十二生肖天的場景 就根據玉皇大帝舉辦賽跑來決定 十二生肖名次的故事 弄了個像是跑道的場地 而地圖裡的怪物啊 也都是拿十二種動物來當model所製作的喔 哇 真的是很有置身於民間故事裡的感覺呢 說到轟炸超人和爆爆王 想必玩家們一定都很熟悉啦 老少嫌疑的玩法到現在還是許多玩家的最愛 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同類型玩法 休閒又刺激的全新線上遊戲 鬥陣天兵 在鬥陣天兵當中 玩家們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來創造人物造型 當然還有豐富的紙娃娃系統 可以任意搭配外觀 至於遊戲的玩法方式也非常簡單喔 要是敵人太靠近啊 就賞太季鐵拳 至於遠方的敵人 當然就是丟幾顆炸彈過去 把他們炸得面目全非啦 只是雖然說是炸彈 不過啊 這外型可是五花八門 哈哈 實在是超有趣的啦 齁 怎麼有磚塊撞過來啦 想不到連地圖上的磚塊都可以踢過來踢過去 千奇百怪的攻擊方式 再搭配多人零星的大亂鬥 哇 整個場面都失控啦 嘿嘿 看我啟動核彈把你炸到外太空去 下一段帶你去台大體育館 巴哈姆特14周年戰具精彩豐富活動 超級好玩喔 華人最大電玩社群網站巴哈姆特 上個禮拜聖誕節當天 在台大體育館 舉行了第14周年的戰具 這個屬於所有ACG族群的年度盛事 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呢 就讓巴哈姆特點完風來告訴你喔 哈囉 各位玩家們大家好 我是康妮 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台大體育館 就是巴哈姆特14周年戰具的會場 對 現在外面的天氣呢 氣溫非常的低 你看我還戴著圍巾就知道了 而且是英語綿綿的 不過呢 人就擋不住玩家們的熱情 那聽說今天的活動呢 安排得非常豐富有趣 而且是完全免費入場的喔 那到底有多好玩呢 趕快跟我去看看吧 巴哈姆特每年的戰具 都會開放版攤讓玩家來報名 今年共有50個不同主題的動漫電玩攤位 而且這些熱鬧的活動和攤位設計 全都是由熱情的玩家們 自己所安排規劃的喔 不管是從家裡搬來的電視 遊戲主機 或是各種動漫模型等收藏品 甚至跟遊樂場 借來的大型機台等等設備 都是大家自行準備帶來會場 要和所有同好一起同樂的喔 這些動漫電玩民的熱情 真的是讓人大開眼界 也將會場內的氣氛炒熱到最高點 我們現在來訪問一下這個攤位的攤主 哈囉 你好 你要不要跟大家問個好 然後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缺德 或者是叫我二德批都可以 請問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特製的宣傳單 我們傳單我們故意設計成像專輯的感覺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這個攤位 比較特別設計的地方呢 我們攤位特別設計的地方 首先就是我們這個 正後方這個大型的器材 這個是我們特別訪日本原機台的大型機台的框體 那再來最後就是我們那邊第三桌的那個精品展示區 那一桌主要就是我們以現場演唱會的 就日本演唱會 這一兩年來我們特別去日本買的演唱會精品之類的 現在呢在我身旁 哇 身高好高的辣妹 讓我們來訪問她一下 哈囉 你好 你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 我叫小洪 小洪 你好 你要不要為就是 就是鏡頭前面的各位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你所COST的角色是什麼呢 我今天COST的角色是 魔物類人中的女麒麟妝 女麒麟妝 好漂亮喔 你大概花了多少時間來準備咧 我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來準備 那其中一個月是交給工作室來訂做 就包含就是布料的部分 因為麒麟她的就是 材質有點像是鳞片 然後是比較偏銀色的 那我那時候就跟工作室選布料的時候 就有期望她就是稍微挑選 就是有像是電子絨類的質感 那就是表現出麒麟像鳞片的樣子 就是我旁邊也有一張就是我們版有畫的那樣圖片 就是有像鳞片狀 然後就是有腳啊就是毛毛之類的 我都有跟工作室在做一個確認 因為希望就出一些質感比較好的角色 除了現場佈置之外 有的攤位也準備了比賽和各種精彩的活動喔 像是吉他英雄版 就由曾經參加WCG世界電玩大賽亞洲邀請賽的Stava 和幾位音樂遊戲的同好 一起規劃了現場Live Band的表演 苦練多時的專業集演出 真是讓人大呼過癮啊 那我現在來到的攤位呢 是有步行鳥在車的攤位 欸 我發現旁邊的這位先生好眼熟喔 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你 是電玩通嗎 是的 沒錯 對 他就是參加電玩通的時候 那個頭上有戴路行鳥帽子的那位先生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攤位 你是特別舉辦了路行鳥的載車比賽 那為什麼呢 我舉辦這個比賽的用意呢 是因為明年 路行鳥大賽車要直接要推出續作 要在N3DS的主機上面 那為了不讓玩家忘掉過去的作品 所以就特地舉辦第一屆的路行鳥大賽車比賽 有報名就有獎品 一定要來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現在在我身後主舞台呢 正在舉辦的是動漫電玩通的比賽喔 大家可以看到台下做的非常多專業的玩家 參加這個活動呢 其實你不需要上支天文下支地理 只要你精通ACG類的各類消息 還有歷史啊什麼的 你就都可以來參加囉 動漫電玩通 考驗玩家對於ACG的領域了解有多深 共分為PC Game、TV Game以及動漫畫三個項目 玩家用舉牌的方式來回答台上主持人所出的題目 今年TV組在剩下兩位參賽者之後 還繼續纏動了十多題才分出勝負 真的是讓人佩服不已 哈哈 要是你自認為比他們還厲害 歡迎你明年到場一起來共襄勝局喔 那這一次巴哈普特戰劇的現場呢 也特別為喜歡Cosplay的朋友 特設了Cosplay的拍照區 那等一下這些朋友們呢 也都會上台為大家做表演喔 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佔據的重頭戲Cosplay大賽 分為個人服裝賽和團體表演賽兩個組別 每年都吸引數十位熱情的Coser前來參加 為了比賽也為了向大家展現他們對遊戲動漫畫人物的熱愛 所有Coser在服裝動作或神情等細節全都模仿的微妙微笑 現在就讓我們好好來欣賞他們精彩的演出吧 是否要是因為 還是要是非常簡単的 可以買的 很容易 真的嗎 像你不是好棒 很厲害 很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還是沒有看 很不容易 我現在在訪問COSPLAY的個人組跟團體組的第一名 好榮幸喔 哈囉 你們好 現在呢就是 要不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幻境神界的Enoch 我叫企劃明 你好 我是幻境神界的露西法 我是厚倉 你好 好 就是聽說你們連去年也同樣都是拿到個人跟團體組的第一名 請問有沒有什麼撇步 或者是就是大概準備角色準備了多久 然後怎麼樣去揣摩角色 然後有沒有什麼就是絕招可以分享給大家咧 行前的企劃很重要 因為我們彩排時間其實就有一到兩天的時間 但是我們會先做一個表演的腳本 那這個腳本呢是針對我們音樂先剪輯出來 然後再做腳本 是用心程度在裡頭的話呢 我們的表演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露西法呢 就是要有愛 然後就是要去做這樣子 那我會重看很多次就是他的TV 環境神界的TV 然後還有就是剪輯好的音樂之後 就是會聽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連身心都變成了露西法跟Enoch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那當然呢活動現場不只有電玩通的比賽 我們現場呢還有超級快打旋風4的交流賽 讓各地的競技好手呢 都來這邊的互相交流 就是彼此較量一下 像是神人洛克胖也都有來到現場喔 那雖然這次比賽只是友誼賽 可是戰況是非常的激烈啊 讓我們來看一下 在經過一番龍爭虎鬥之後 最後由去年的冠軍洛克胖 讓擊敗各家的好手達成二連霸 哇喔 真的不愧是電玩風的傳奇神人洛克胖 每年巴哈姆特戰劇 都充滿了由巴哈姆特的戰方人員 和熱情玩家一起攜手創造的 許許多多有趣活動 只要你是NCG迷 來到這裡啊 絕對可以讓你怎麼玩都不覺得累喔 這樣一整天豐富的活動 也在鎮長SEGA所主持的抽獎活動當中 附入尾聲喔 哇 今天一整天的活動真的是好開心啊 就是有吃有喝 有看又有得拿 對啊 那已經接近活動最尾聲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主舞台上面呢 就是SEGA正在頒獎喔 如果你今年如果沒有參加到的話 就是沒有關係 因為之後巴哈姆特 都會一直持續舉辦這種 邀請所有玩家一起來同樂的大型園遊會 所以今年錯過的話 明年不要再錯過囉 歡迎來玩 記得喔 掰掰 謝謝 2010年即將步入尾聲 大家有什麼新年新希望呢 小鮮在這裡祝福大家 在2011年裡試試順利 好玩遊戲玩不玩 更重要的是 不要忘記持續給我們支持跟鼓勵喔 要是有任何意見跟想法 都歡迎上巴哈姆特電玩瘋的節目討論版裡 告訴我們 祝大家新年快樂 巴哈姆特電玩瘋我們下週見囉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